跟大家打声招呼 来 请低上麦克风 好 李琳哥你先吧 大家好 我是李琳来自马来西亚 编你们的制片 谢谢大家今晚来看这部电影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 面前一个编剧都认识 而且大家来跟电影 大家好 我是Evo 我是李立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信如 我是苏和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演员 阿哲 陈泽耀 我是阿德 嗨 欢迎 欢迎 今天现场所有的贵宾 刚刚看完明星安迪 有任何的一些想法 你的领评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提问也好 欢迎大家举手提问好吗 有吗 那我们先问第一题 我来问好了 我们先问李仁哥好了 仁哥聊一下这次如何揣摩 这次演出 我在演出之前 我看了很多《变迁人》的访问 然后我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 那我发现其实我要模仿他们 其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他们特别喜欢穿女装以外 那所以我在发想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模仿谁 但是我看到后来我发现 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愿望 就是希望他们的家人能够接受他们 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家里面去 让家人拥抱一下 我想这是每个人很多人很小的愿望 可是在马来西亚的Andy 他可能没办法达到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在马来西亚的变性能 其实还有同性恋是有法律责任的 是没有办法随意上街的 所以我们特地选在马来西亚拍摄是想让大家了解 在压抑生活之下 你还能够勇敢追求的勇气在哪里 李翰哥每一次分享都真情流露 很感动 刚刚也在另外一厅跟大家看完手影 我感冒 我感冒 感冒 那个李翰哥明天生日 我们一起来祝他生日快乐好不好 3 2 1 生日快乐 愿望就是票房大卖 李翰哥补充一下 马来西亚不能上对不对 对对对马来西亚不能上 这部电影很有勇气 所以我知道这一场有来了很多厉害的Podcaster 那主播们 那希望在上前后 都为我们用力的推广一下好不好 拜托大家拜托大家 好 谢谢李翰哥 小酷哥来说一下这次的创作的历程好吗 好 因为我其实是土生厨厨长的台湾人 我在这边长大的 然后辛汝跟李翰哥 找一个台湾的编剧去写一个马来西亚的故事 所以他们还蛮有勇气的 我写之前其实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 去做一些甜调 然后认识了一下那边的一些变形人朋友 他们电影里面播的Andy的状态 是大概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 所以其实真的非常辛苦 那李翰哥自己刚刚也说了很多 我听了很多 然后所以 这个电影 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 它是一个好像没有给希望的电影 其实它真实人生中 常常很多时刻 它不见得会是 永远都有光在你前面的 可是你总要找到自己的方法去活下去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 这边还是有人过着幸福的日子 就他们啊 他们最开心 他们开心就好了 然后我们从 李翰哥最后的表演的那个眼神里面 刚刚我在内听 我今天是看第三遍 我就 这次我是真的哭了 前两次其实比较多是在 认真看这个电影 看自己的情节 最后李翰哥那个表演其实是非常动人的 就是他难过但他没有哭出来 他甚至有点幸福的笑 那我觉得我们人生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样 我不要再讲什么M 那天听有讲 他说他本身是比较M那一种 所以基本上就是Miss Andy的real people OK 好吧 真的 默认 默认 好 那我们接下来欢迎欣如咯 不得了了 自知自言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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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看了非常多次 从那个李琳寄给我小档案 然后开始在看这个片子开始 但这一次是我真正第一次在大一幕上 跟大家一起看 然后我 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有这么多 这么多好朋友跟我一起来完成这部戏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我一个人想要做 就可以完成的 真的需要很多人的帮忙 然后非常谢谢李仁哥 阿泽他们真的是付出全心 全心力 然后来完成这一部作品 李仁哥让我觉得很感动 就觉得我觉得很 对不起他 瘦了13公斤 全身湿疹 真的我觉得他真的很棒很棒 我觉得 我要谢谢欣如 我们那两个没有在互相吹捧 因为我觉得演员能够得到这种角色 是演员的福气 那谢谢欣如跟李仁 愿意把这个角色给我 我只希望我没有让你丢脸就好 抱一下好不好 两位 两位 完美呈现 哎呀 好 跟李仁哥像家人 跟李仁哥像家人一样 我们于公于私都非常的熟 然后非常的好 是呢监制 有没有想过要拍个续集 让李仁哥来复仇一下 爱的大逃杀 那种概念 你背叛我 你们两个我要追到天涯 那续集就是看苏和跟阿德很惨 这样子 想要想看到 谁知道最后谁是幸福的人呢 对 麻烦小杜哥写一下 然后好 来创投一下 来 接下来则要不得了 罗 你来哦 所以回货手就你 来 没有没有 我其实也是因为苏和才做这个决定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就是选择嘛 这是一种选择 而且大家怎么知道 因为在戏里面 大家可能可以看得到 就是一直说希望这个东西 其实每个人都盼望一个希望 然后你要做出选择 你才有这个希望的机会 对不对 那我跟苏和就是 大家做出了这个选择 而伤害了Andy 对 但是我们希望自己是幸福的 嗯 讲那么多还是做了这么坏的事情 真的很过分 还会很会撩 有没有 说啊电灯没有 小杜哥为什么要写那个厕所坏掉 很会撩 其实我真的也是第一次为影视作品 那么那么打 当然没有李仁哥那样嘛 就是拖到这个背面的路 背部旋楼是他 但是我是有点上了贼船的感觉 就是当刚开始看那个剧本的时候 都还好 故事都还好 后来就是导演 他开始都在家 一直在家 然后就哎 他说那一厂 我希望你自己去买 一条白色内裤 他说我希望那个灯 我会打红一点 然后就穿着白色内裤 有点诱人的感觉 我都 我很明显 我刚刚因为我之前在小姨墨上看 我刚看到你睡觉你穿两条啊 有 有 他穿床上那一个现在穿两件 他们白的里面还有一个再短一点 你骗谁啊 保护措施座比女生还好 被新鲁姐看到了 你真的穿两条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两个在旅馆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忘记我穿两条啊 那下一步我就 下一次 对 下一步一条 没有 下一步是不能穿了 新鲁完全不行 对 我刚被画圈圈了 时间有限 我们要赶紧 来做一个大合照的时间 好不好 来 我们最后 谢谢大家 来来来 我们还有一个大合照 是是是 你们在栏杆前面就可以了 然后 真的免俗的 我们先比 双手比个小爱心先 好不好 双手小爱心 先小爱心 两只手 等一下 麦我帮你收 谢谢 迷世恩迪 票房 大麦 三 二 一 耶 另外一个大星 你可以自己搭一个爱心 或者是跟你的 COPLE搭一个爱心 男男女女 男女女 鬼男都可以 跨性别者 每个都欢迎 一起来关注LGBT的族群 来 我们一起大星 二 三 迷世恩迪票房大麦 再次掌声 谢谢林欣彤 谢谢吴宜伦 谢谢 双队药 谢谢 李宁哥 也谢谢 小肚哥 我们1月8日 戏院见 感谢各位 我是今天主持人 让大家见我们下期见 谢谢 生日快乐 李宁哥 谢谢 谢谢 谢谢